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 除了学校成绩以及SAT之外 自传文书这一环 通常是最关键制胜 但同时也是最棘手的一环 如何写出展现自己长才 又能够不落俗套的文章呢 今天我们再度为您请到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告诉您 欢迎梁万里律师 欢迎小惠律师 那么您好 那其实这个尤其对于 这个UC加大的这个申请 这个文书申请的这个过程 其实现在有八个题目嘛 然后你可以选四个题目 然后来做这个做文章 但是呢其实您是建议八篇 全部写 全部写 对不对 因为其实对自己来说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这样你等于所有的 学校都cover住了 你可以看你要挑哪一篇来 运用自如 而且发现自己 没错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 怎么样写出自己的这个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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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听起来有点 好容易落俗套 对不对 那什么 首先什么是才能呢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 我们的解题呢 第一个我们要选一个 独特的才能 那当然下一个主持人就是说 那钢琴算不算 算我们待会讲 是才艺还是才能 但是这个才艺呢 才能是一样的 但是钢琴绝对不是主题 钢琴只是点缀 OK 所以呢我们要解题 就是说我们要写整个熟练的一个过程 还有展现的过程 所以这个呢我们再开始来讲 第一个sample 比如说特别的才能 要多独特 变魔术够独特了吧 够独特了 对我刚才想说 这个变魔术 我想因为你说钢琴老师说 钢琴几乎很多华人的家庭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学钢琴拉巧提琴 好像变成这个事 已经有点洛书套了 是 但是变魔术倒挺特别的 对对 对所以变魔术呢 而且不能两个字 我会变魔术就不写 这个第二个sample 就是一个story 有一天我去公园 有一群小孩子围着我 我去拿我破口牌出来 我先给一个小女生拿一张 叫她自己看一下 不要给其他人看 再拿回去shuffle 再给另外小男孩拿出来 是不是跟拿出来一样 哇他们就是拍手 好像一个电影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descriptive的 一个writing 对就是描述性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你说招生办看这个 是不是很引人入胜 对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是在看一个 这个所谓的申请 大学申请书的文章 而是在看一篇小短篇 闻这个故事 对所以因为现在呢 小故事350个字是最好的 以前500个字还有一点长 所以讲一讲小故事 再加两句 万里律师再加两句 后面就搞定了 那我们今天讲的呢 我们叫share experience 所以这个share experience呢 是讲说它是可以拉小提琴 那他去Costa Riga 一个senior center拉小提琴 他们整队都已经表演完了 可是呢你知道在Costa Riga 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一点 比较落后一点 有一个表演完了 瘸腿的老人来了 哇怎么办 他很想听 哇这个小孩子 现场拉一首solo 给这个瘸腿的老人听 你看多感动人心 所以这个的只是一个点锐 点缀而已 这个拉琴 但是你主要是写的这个心理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故事 对 因为这等于是你写出了 第一个他怎么样跟这个 在当地的这个不同文化的一些居民 做一个交流 另外呢 怎么样做一个给予 他这个才艺的展现 他的这个显手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很感动人心 没错 也不是讲说哇我拿奖杯 我第几名 我钢琴第几集 都不是 所以是写一个人的这个relationship 对 因为其实怎么样说起来 你说才艺才能啊 这些东西 这些艺术上的创作力 如果能够撼动人心 分享 可以分享的话呢 其实才是他的重点 对不对 所以呢就要怎么样在这个 不是在很flash的状况之下 把它写进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功利了 所以呢 这个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这个决战巴州 看出来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密集 都藏在你的袖子里面 变魔术 变魔术 对 我们刚开始啊 所以欢迎大家还可以来得及 参加我们决战巴州的课 没错 我们暑假呢 这个决战巴州会让大家 有八个小故事 然后八个精华 都是自己的 而且是UC也可以适用 然后呢 私立大学也可以运用 那样学生的申请过程 一路发 一路发 真的是 其实是八发子弹 要怎么样发的精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到了这个培训班里面 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范本 可以让孩子们来做一些参考 就是了解自己说 其实自己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经历跟故事 是可以把它用很撼动人心的方式来把它写出来的 所以参加我们program的小孩子 我们都会给一些sample这个范本 然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写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们的决战巴州不仅只是八周而已 而且是八篇八精华 都是自己的故事的 我相信这个能够写作的这个才能 也是一个才能 对不对 然后对你的一生也是会受用无穷的 虽然只是短短的八周 一辈子带着走 没错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会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范本 我们两位律师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听要这些孩子们写这些故事 其实真的就是会让你忘记说 其实这是申请大学的一部分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感人 对不对 OK 我们稍微休息 幻光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再见